第十八课 寒假你打算去哪儿旅行? 一 课文 一 吃什么都可以 我有点饿了 想吃点什么? 你呢? 我又饿又渴 咱们去饭馆吧 你吃点什么? 你点吧 什么都可以 你们两位要点什么? 小姐 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菜? 什么好吃 我们就吃什么? 我们这儿什么菜都好吃啊? 是吗? 把你们这儿最好吃的菜给我们来两个 这儿的辣子鸡丁和糖醋鱼都不错 那就一样来一个吧 我们喝点什么呢? 随便 你说喝什么就喝什么吧 二 你是哪儿冷去哪儿啊? 时间 时间过得真快 下周考完试就要放寒假了 是啊 寒假 你有什么打算吗? 学校要组织留学生去外地旅行 谁都可以报名 你报名吗? 我听谁说过这件事 我听谁说过这件事 不过 我想自己去旅行 去哪儿? 哈尔滨 哈尔滨? 你是哪儿冷去哪儿啊? 现在那儿白天已经零下二十多度了 听说哈尔滨的冰灯冰雕很好看 我想去看看 你想怎么去? 除了骑自行车以外 怎么去都行 你又开玩笑 要是买不到火车票 就坐飞机去 你的计划呢? 我打算先去西安 看看碑林和冰马俑 再到重庆 从重庆坐船游览长江三峡 然后去苏州、杭州 最后去桂林和云南 田方说 苏州、杭州很美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嘛 你去过桂林吗? 听说 桂林山水假天下 风景像画一样美极了 没有 我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很感兴趣 要是有机会 一定去看看 你的旅行路线很好 不过 不过要花多少钱啊? 是公司要求我利用假期 一边旅行一边考察的 原来你是公费旅行啊 2. 生词 恶 可 点 点菜 好吃 辣子鸡丁 糖醋鱼 粥 放假 放假 含假 外地 零下 冰灯 冰雕 开玩笑 玩笑 计划 冰马俑 船 船 游览 游览 辖 天堂 山水 甲 天下 少数 民族 风俗 路线 路线 一边 一边 考察 工费 专名 碑林 重庆 长江 三峡 苏州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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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 云南 五 练习 一 语音 一 辨音辨调 寒假 寒假 行家 考察 考察 好茶 外地 代替 山水 三岁 少数 少数 手数 民族 民主 民主 方俗 方速 路线 录像 大 一 二 二 二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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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